大S和劇俊夜的20年舊愛重逢 完全已經變成許多人的戀愛教科書 而當年兩人被迫分手後 許多在節目上跟對方有關的片段 也被一一挖出來回顧 像是2007年由大小S 一起主持的節目《大小愛吃》 有一集找來SHE當嘉賓 原本小S想逼問三個人的感情生活 沒想到Elra直接問了大S 是不是在想劇俊夜 你一吃下去保證叫爺爺 你為什麼會煮韓國菜啊 你為什麼可以叫奶奶 因為我很愛吃韓國菜啊 還是因為之前那個 哦你到底也挺八卦的 我不會太記得啊 沒有我想說你該不會在想誰吧 來洗清茶 別哭了大S別哭了 算了啦都過去了 來聊聊拍文系的那個經驗 你跟誰 我是一個是跟你的那個男友 藍正盟 那時候他們是會交往啊 而且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還坐他的車下山 然後他說那個位置只有你能坐 因為你有下格啊 對啊沒錯 回顧畫面一出 許多網友就笑說 當初大S還被虧是不是在想劇 如今竟然成為夫妻 真的是好浪漫 也有網友說大S鍾愛韓國菜 口味跟老公一樣 劇太太真的好sweet 當時30歲的大S 其實跟劇俊夜已經分手6、7年 公圈還跟藍正容交往過 不過被問到劇俊夜時 這個甜笑的反應 證明愛情是騙不了人的